哈囉 大家好 我是萊恩 那終於熬到早上了 現在呢 我們要搭的是JX202 星宇航空 我們回台北的班機 那我們這次回程來體驗一下 就是 欸 到底有什麼樣的服務 我們還沒體驗過 然後跟什麼樣的機上啊 設施啊 還沒有試驗過的 那我們就一併來做試驗吧 Let's go OK 回程啊 我是搭16K 那 剛剛啊 我們來的路程中呢 我還沒有聞到什麼叫做 星宇翔 所以三位機呢 我第一 一踏上去 就要先聞一下什麼叫做星宇翔 好 那現在我們已經上來了 那一上來之後呢 我就發現啊 一些小細節 是我上一個航班呢 沒有注意到的 你可以看到這邊 它整個安全帶 它是美人 它這樣擺的 就以後面的也不例外 隨便的一個東西 那現在我坐的這個是加價保留區域 就是加1500這個位置 那可以看一下 就是跟後面啊 我們一般的座位有什麼不一樣 然後跟它腳的 腿部空間啊 多了多少 OK 那我今天呢 那我身高178 然後坐好呢 平時啊 一般的 體常來講的話 是多了一圈的 但它多了大概是一半圈的 然後腿部也是可以完全上升 這個感覺它非常的舒服 那雖然啊 前面那個加價座位區啊 它腿部空間啊 可以延伸到最長 然後感覺是真的蠻舒服的 但是啊 如果是加價1500的話 我覺得它的性價比啊 好像 就稍微低了一些 需要稍微考慮一下 如果啊 不是那種 真的特別高的人 或者是可能我的體型啊 稍微巨大一點 我需要坐那種比較舒適的位置的話 我可能是不會考慮 這個加價座位1500的 那我是不知道說啊 像他們自家啊 就是Insighter啊 或Isplower啊 這種高級的會員啊 搞不可以免費啊 畫這種加價座位去 如果可以的話 我覺得那也是 滿棒的一個 會員福利啊 歡迎您搭乘西域航空JX202號班機 飛往台北 我是座廠長 簡曉如 請代表機長以及全體工作人員 希望與您共度一段舒適的旅程 現在請站實停止 不好意思 我一個問題想要問 就是因為你們前面那個 嬰兒搖籃在掛梁柱對不對 對 那如果說有梁柱以上的就是家庭 呃 就是出遊的話 變成是第三組的話 就沒有辦法買對不對 對 所以這都只能兩組嗎 對 嬰兒的話是 嬰兒搖籌的兩組可以使用 喔喔喔喔喔 OK 謝謝 好啦 那你們也聽到啦 他的嬰兒掛欄啊 最多只能掛兩個 所以只能接待兩組啊 就是小飛筆 所以呢 如果你是第三組的啊 你就買不到機票可以上機這樣 所以這個應該也是滿吃虧的點啦 畢竟縣港啊 呃 或者是什麼書啊 這種點啊 海島國家 有時候還滿適合 就是帶著小孩去啊 或者是爸媽啊 然後帶著家庭一起出遊這樣 所以呢 要買機票啊 只能買得著 然後搶得快囉 然後這邊連結成功之後呢 他就會顯示啊 我們可以用的U10MB 那每一份流量呢 他都會做記錄 OK 那我們就看一下 現在呢 查訊息給我啦 我穿GATE 喔 穿出去了 滿順的耶 那我們試試看啊 穿2PAC 看看我可以 一直卡住 所以標示 沒法穿關 好 那 我們現在來測試啊 看看我可以打開U10MB 所以啊機器上來講的話 他只能傳一些幾個單的訊息啊 像LINE啊 或者是Message的部分 那 他是10MB啦 那如果你要加買啊 像到30MB 或者是100MB 可以看影片等等的 這就是另外付費 但他購買的方式也滿簡單的 直接在網路上啊 這邊操作 點選就可以了 謝謝你們啊 謝謝你們啊 謝謝你們的包片鴨肉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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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餐點送上來了 回程呢 他是包片鴨肉飯 跟去程呢 是不一樣的餐點 基本上呢 我看到從台北飛過來 澳門的 全部都是 胡同的那個燒肉飯 那回程呢 全部都是包片鴨肉飯 那我們來吃吃看啊 這個包片鴨肉飯啊 他的 評價跟口感啊 吃起來怎麼樣吧 好啊 不囉嗦啦 我們就直接來吃一口了 這個是 鴨肉 聞起來超香的 就是 完全有那種 海鮮啊 大海的味道 有點像是那種 港式餐廳裡面啊 炒的那種 會的鮑魚啊 那種味道 欸我覺得他的鴨肉啊 非常軟嫩 但是啊 不是那種 感覺纖維被破壞掉的那種 軟嫩 烘調的蠻剛好 那主角之一呢 包片啊在這裡 慢慢吃一個看看 搭配飯啊 那包餅吃起來啊 有一點點QQ的 我會感覺 像是那種 買來罐頭啊 切完之後 那種很假 很脆的那種味道 跟那個口感 這個餐啊 我覺得也不輸啊 那個胡同燒肉餐 好 那現在要主張拿的這個是 他們 在飲料袋裡面的 Majito 他也是調酒的一款 因為一般啊 我在機上啊 是 不太喝酒精飲料的 那 除了大的一種 三五張啊 或者是頭燈上啊 有那種香檳 我才會喝酒 其實還蠻好喝的 而且啊 他們都是在機上線調的 很酷 感覺啊 在那個後面背餐區啊 就像是小吧台一樣 他們就是這樣 在調酒 所以我覺得 欸 星雲航空的 空服雲啊 真的很不容易 然後現在不是星雲小坡 暫時關閉嗎 所以所有的周邊商品啊 是沒有辦法做購買的 但是機上啊 有提供這幾種的東西 還可以做選購 也是周邊的商品 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這個圓形呢 排叉 那跟這個 隨身碟 滿多人拿牆子買的 那這兩個帆布袋呢 我覺得蠻可愛的 對啊 他周邊商品拿之後 僅僅四樣而已 但是我覺得 他都拿最強的東西出來應戰 像是這個 隨身碟來講啊 滿多人在西雲社團啊 都分享說他很想玩 然後覺得東西還不錯 那像這種圓形排叉 好像在西雲小鋪裡面 本來沒有放 那是只有網路啊 這種 航班裡面啊 才可以做購買 那這兩款手機帶啊 本來就很多人購買了 而且啊 他的這個圖案啊 真的很可愛 再次感謝您搭乘西雲航空 希望在不久的將來 我們再次為您服務 祝您有個美好旅程 再見 我覺得啊 他們那個 不管是機長啊 或者是他們的工夫員 在播報的時候啊 都帶著很親切的感覺 很像是 一般啊 他在講話的 那種 人與人之間啊 很直接的對話 所以你就會覺得 不會讓你覺得很自私人的壓力啊 按著那個規矩啊 或者是一個歌詩啊 在播報 這一點呢 是我覺得要進行航空啊 很難得 然後 很有人情聞的地方 好了 那我們體驗完啊 就是星雲的第二趟啊 那整節下來呢 我覺得 星雲航空啊 他的機艙啊 裡面的娛樂設施啊 跟他的 整體氣氛來講的話 我覺得 呃 他的極限啊 可以讓我待到差不多 四個小時 是沒有問題的 還是會覺得是 很愉悅很舒服的狀況下 還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 他們的工夫員啊 都讓你覺得很親切 很像是在跟你對話 在跟朋友聊天的感覺 這是跟上一個航班 有一模一樣 然後的優點 希望啊 將來星雲航空啊 可以幫大家做更多 更好吃啊 然後更特別的一些餐點 然後可以 讓我們在機上的旅人啊 可以滿足我們的胃 好 那今天的影片到這邊 如果阿倫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點擊訂閱 以及關注 如果你有任何想對我說 或者是針對這次 星雲航空的體驗啊 做分享 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OK我是蘭 我們下回見 自動工水的一個新疆 可以嗎 可以嗎 剛剛要自動工水的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吧 類似的